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王卡,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麼今天我要為大家推薦明日翔複製人到底要練幾張 好,大家畫面中可以看到的是我整理出來的懶人包喔 那如果你是遊王的話,最高CP值的效益是 練前解後的型態三張,留原本型態的兩張 因為前解前後的技能都不一樣,都是很需要的 所以這樣子,這樣搭配會是最大效益 但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正常人的話 我會推薦你各練一張,其實就很夠了 那作為隊長或當其他隊的隊員,都可以有很好的發揮 但今天如果你真的只有一張的話,我真的很推薦你不要進化 因為要知道,前解後是沒有辦法經過退化的關卡退回來的 所以要進化前真的要三思 那如果說你今天留著沒有前解的型態的話 在未來你覺得前解後比較香,你還可以去做前解 但目前現階段來講,的確 就是如果你要把明日槍做為其他隊的隊員的話 能夠比較全面的絕版,還是沒有前解之前的型態 會是比較推薦的 所以只有一張的話,就不要想要 拿明日槍作為隊長了 那可能就把他作為隊員的使用也是蠻不錯的 好,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前解前後 為什麼留一張要只留沒有進化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技能 這次的技能呢,你可以發現到在前解後 他的主動技能都比較偏向火神族 也就意味著,他自己作為隊長才能吃到他 他的主動技能的最大效益 你可以看到他的主動技能這個變身前 基本上沒有任何結版能力喔 只有延長轉珠跟露出神族強化珠還有直接的攻擊力加成 那比較有結版能力是在他變身後 變身後又有雙技能 那技能2呢,是可以直接無視三屬無屬盾 你會說,欸?無視無屬盾? 那就沒有必要練原本的明日槍啊 因為明日槍原本最大的賣點不是可以轉出固定的無屬版面嗎? 就是六隻行 那既然可以直接無屬了,那是不是就不用原本的型態?其實也不是 因為原本的型態跟這個前解後的型態最大的差別就是 呃...這個原本的型態是會固定的六隻行珠子 那六隻行珠子除了無屬盾 你說單純解無屬盾的確是 前解後的型態是比較佔優勢的 但是如果今天又多了一個比如說無屬同康盾呢 你必須消除同康主術才能對敵方造成傷害 這種你就沒辦法用直接無屬無屬去解了 更甚至我們談到比如說 呃...燃燒盾,整版燃燒 這種固定版面的還是真的很好用的 所以單就以這個解版能力來看 我是比較看好原本型態的明日槍 那進化後的明日槍你會發現到 他除了這個無屬盾之外 他還有一個固定版面 可是這個版面呢 他是整版的火更新 相較於原本型態的明日槍 這個固定六隻行又變得更加的不靈活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到整個前解後的明日槍 技能升級上面都是比較偏向於 他自己作為隊長 主這個全火神的設計喔 所以這樣子的主動技能放棄其他雜設的神族隊伍來講 他的解版能力就不如原本的明日槍來得好了 所以才會推薦為什麼你今天只有一張 會推薦練一個原本型態不要前解 原因就在於他放棄其他隊的泛用性還是比較廣的喔 好那如果說你有複製人的話 你會發現到 欸這個一銷 這個折滿版面是搭配上他的隊伍技能 是可以火珠一銷 但今天是只有他作為隊長 這個版面才會到達最大小異 如果你放棄其他隊的話 火珠沒有一銷 好那這個就單純只是死COMBO的固定版面 而且還很綁定火更新 完全沒有像如果說你要消水珠手消 就是你一定要消水珠才對敵方的攻擊的話 這就沒辦法輸出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版面限制是有點大了 所以才會推薦大家就是 無論是哪個型態都要留 因為兩個型態都是有用的喔 好那這邊技衣的話則是比較特別 技衣這邊是可以跨回合的無視封鎖技能 這個跟其他的解鎖最大的差異來自於 比如說下一關就要封鎖你技能了 但是敵方技能是會讓你技能全部重置的 所以你沒辦法開解鎖技能 但你需要解鎖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前一關提前開這個跨回合解鎖 那一樣是可以去做解鎖 但如果說今天沒有這麼機車的技能 單純只是要要求解鎖的話 其實同樣身為EVA合作系列的這個夢魂集卡片 也可以去做解鎖 而且這個單純解鎖的條件也比較好 因為這明日香的解鎖是帶扣血的 所以像如果說你放棄其他隊中有隊員的話 遇到那種先攻 那他可能就直接 因為扣血就直接死掉了 所以這個單論解鎖這條件的話 其實明日香不一定比其他神族的解鎖卡片來的好 所以綜合以上兩點 你可以發現到他的 無論是變身前後的主動技能 你會發現到 其實好像他的解鎖能力都沒有比這個明日香 原本的明日香解鎖能力來的強 更甚至可以更準確的說 就是他前解後的主動技能設計 你都是以他明日香作為隊長去設計的強度 所以他放棄其他隊的一個泛用性 就會相對來講比較低了一點點 當然這次還是要換關卡去評判 比如說今天關卡就是一個複合性的關卡 就比較做球給前解後的明日香 他就是需要解鎖 那同時呢他又是需要 無視無數鈍、三十鈍 更甚至他同時又需要高combo 10combo的固定版面 這時候帶明日香當然是比較香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到分析到現在 擁有各擁有一張還是最好的情況 因為無論是他作為明日香作為隊長 或是放棄其他作為隊員 兩個的解敗能力都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還是很推薦大家 各抽一張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了對吧 好那這樣我們談到第二個問題 如果今天你只有一張明日香的話 你要去做二獎兌換你要怎麼換 好這邊如果你各有一張的話 比如說靈波靈跟明日香的話都別換 就各留一張 就當作隊員或當隊長都好用 但如果說你今天只有其中一張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 留靈波靈 因為靈波靈作為隊長 當副隊長搭增刺會比雙增刺來的猛 也是之後雜射神族比較強勢的組隊搭配 所以我還是很推薦 留靈波靈的 那為什麼不選擇明日香的原因是 因為明日香你會發現到 他放進其他隊作為隊員的結板能力 撇除掉天降火珠來看 他最大的結板能力就是固定的六直行珠子 那其實就有的一些神主卡片也能辦到這件事情 比如說迪迦固定的版面 歐布也是固定的版面 更真的你談到免費卡 安菲綠特龍也是一個免費的六直行版面 所以如果說你以這個六直行去審視 他的結板能力的話 那其實他有蠻多可以取代的方案 那這些方案呢其實你取代之後你就會發現到 那如果說你真的只有一張可以選的話 林波靈作為隊長還是結板比較全面一點 因為這一次明日香作為隊長 老實講我覺得限制真的是非常大 像是他你必須透過消除大量的火珠 才能到達最大倍率 而且他火珠還做一個二消的內建隊伍技能 所以什麼進手消火珠啦 這種就限制真的很大 或是真的火珠進消他的倍率就出不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明日香作為隊長是強度是有的 但他的本身限制也算大 而且明日香作為隊長他的回血條件很差 他沒有任何的回血 額外的回血手段 他依然是只能靠星珠回血 那今天你 隊伍技能都會幫你轉出固定的火珠了 等於是你星珠卡住星珠的機率又大增了 所以你就只能靠他的主動技能 他的主動技能這個轉星珠 或者變身前也可以轉星珠 或是用絕對的領域去擋 所以等於是非常仰賴他的主動技能 所以等於是用技能重置又要求你回血跟他對魔的能力的話 我覺得明日香的條件又真的沒有這個 靈波靈作為隊長這麼好了 所以我會推薦如果真的要給我選一張作為隊長的話 我還是會想玩靈波靈 他作為隊長的強度是比較全面的 所以這是二獎兌換我的一個推薦 好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內容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關鍵新的影片 別忘了可以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放下我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訂閱收視你 我是Oakie的Oman 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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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